梨儿 这次说什么都不准去 怎么 你不想争这个太子职位了吗 我本来就不想当太子 继承皇位了 如今大仇已报 我更不想忏悔这些事 那你干脆不要去好了 干嘛还在吃装骨醉呢 不是我想去 而是我必须得去 此去 就是为了给父皇找 颜年益寿身体强健的草药 就算我不当太子 作为儿子 这也是我分内之事 什么草药 要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解忧草 说是 在一个叫毒王的手里 但是不管怎么样 贺连城一定会把柳贵妃的落难 归咎在你身上 更不会让你夺得 他寄予已久的皇位 此次原刑 说不定他就在背后捅你刀子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答应你 那行 我答应你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但是你必须要在一旁 如果 贺连城没有伤害我 你就不准备 明白了吗 所以我怕你 这样子 我可以舍为了 我爹 不是你 谢谢观看